韩媒叫嚣打击中国全境还不够 韩国政客语出惊人 还要学习朝鲜搞核武 抗美援朝太久远 有人只怕好了伤疤忘了疼 朝鲜有核武韩国就要有 那韩国有美军助手 朝鲜是不是也该请解放军去挣场子呢 1.韩国政客语出惊人 叫嚣要拥和威慑朝鲜 自本轮朝韩局势升温以来 我最近在韩国媒体上看到的各种奇谈怪论 甚至比平时的还要多好几位 10月18日 还是咱们的老熟人 由韩间创办的韩国知名妹妹亲日右翼媒体 朝鲜日报上又刊登了一篇 看得我再次胡去一阵的奇闻 首尔市长吴世勋表示 朝鲜拿着首尔的地图指指点点 挑衅意味过于浓厚 韩方必须提高自身的核潜力 报道提到 吴世勋在8月18日这天 在社媒平台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朝鲜对首尔的威胁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文章 吴世勋在他的这篇文章中指出 朝鲜高层最近再次展示了一幅军事地图 地图上首尔的轮廓清晰可见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 10月17日 朝鲜政府首脑曾经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第二军的指挥部 并在视察过程中和第二军的高级军官 探讨了眼下的朝韩态势 讨论过程中还使用了一幅囊括了韩国多地 尤其是首尔的军事地图 朝中社在报道中明确将韩国称为朝鲜的敌国 并表示 如果朝鲜的主权受到侵犯 那么朝方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不受任何条件限制 针对朝方的这些言论 吴世勋表示 我身为首尔的父母官 在首尔这座城市生活了一辈子 关于朝方针对首尔方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威胁言论 我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出力愤怒 在文章中 吴世勋指责了朝鲜最近 频繁向韩国投放垃圾气球的行为 他说 因为朝方的挑衅举动 近期在首尔首都圈各地都发生火灾事故 给广大首尔市民造成了财产损失 不久前他们甚至在朝韩停战线前 当着我们的面炸毁了位于朝鲜一侧的 连着朝韩的金义线和东海线 据此 吴世勋进一步指出 朝鲜之所以能够如此嚣张跋扈 正是因为他们的手上握有核武器 而我们韩国没有 朝韩两国处于核不对称的状态 所以我们韩国也必须迅速提升自身的核潜力 除了抛出拥核的主张之外 吴世勋还在他的文章中 批评了以党首李在民为代表的共同民主党人 指责他们在韩国国内到处散播虚假的朝韩和平论 还怒斥李在民对于朝韩局势的有关言论 比如哪怕是肮脏的和平 也好过胜利的战争等 是典型的诡辩 是在向朝方示弱 是妥妥的亲北主张 他身为首尔市长 对此表示不可接受 在吴世勋看来 要想获得真正的和平 除了加强国防力量之外 韩国别无他法无条件的和平至上主义言论 恰恰是有害于和平的 因为其本质不过是反和平罢了 平行而论 吴世勋说的这话 我大部分是可以理解的 其中的小部分我甚至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他觉得自己身为首尔民众的父母官 要对这座城市的安全负责 比如他主张发展韩国的国防力量 以稳定韩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比如他认为无底线的所谓和平至上主义 只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催化剂等 可问题是凡事都有个度 你在这个度以内讲道理 道理才是道理 你跳出了这个度以外 再扯那些有的没的 那就成了歪理了 尤其是那个朝鲜之所以嚣张 就是因为朝鲜有和 而韩国没有 所以为了和平衡 韩国也应该拥和的说法 这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即便暂时抛开韩国政客 对于嚣张二字的定义不谈 光只是聊核武器本身 朝鲜到底是为什么要发展核武器的 关于这一点 别人不知道内情都还情有可原 但是韩国人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也不应该不知道 朝韩两国的综合国力差距之大 世人有目共睹 而且朝鲜不是落后韩国一天两天 而是落后了韩国几十年了 所以说大家平时在网上探讨 朝韩军力的时候都会拿韩军开涮 说要是哪天半岛上风烟再起 人民军再次南下 依然能把韩军打个屁股尿流 但实际上就连我这个不懂军事的大妈 心里都清楚 朝鲜在军事现代化 尤其是常规军力的现代化这块 是远不能和韩国相提并论的 朝鲜这些年之所以要勒紧裤腰带 搞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就是因为自知常规军力不如韩国 而且短时间内也没有可能追上 所以干脆另辟蹊径把有限的资源都用来发展 对韩国的不对称军事优势 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 从某种程度上讲 发展核军力其实要比发展常规军力更省钱 常规军力你要搞好坦克飞机大炮 导弹潜艇军舰 所有这些科技术你都得爬 而搞发展核军力就省事多了 有核武器和导弹就行 如果要应对的外部威胁没有高到下死的地步 那么甚至连轻弹和战略导弹都不用搞 只需搞定原子弹和战术导弹就行了 二朝鲜有核武 韩国就要有 那韩国有美军助手 朝鲜是不是也该请解放军去镇场子呢 说白了 就算朝鲜真的拥有相对韩国的军力优势 这种优势也是建立在核军力的基础之上 没有了核武器的朝鲜人民军和韩军一比 那常规军力是没法看的 关于这一点在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铁语》中 其实就有提到 韩国人非常清楚 朝鲜对韩国的主要军事威胁就是核武器 一旦失去了核武 这对冤家打起来 究竟谁威胁谁 那还真不好说 连一部爆米花电影都能点透的内在逻辑 我不相信吴世勋 这个当了四届首尔市长的政客老油条 会想不明白 能想明白却不说 而且还要把话题插到因为朝鲜拥和 所以韩国也必须提升自己的核潜力 这种暴论上来了 那我就只能理解为 这位老兄是醉翁之意不再久了 我不知道朝鲜方面对于吴世勋 这番高论做何看法 反正韩国拥和这个事情 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尤其是考虑到朝鲜日报 在不久前还发布过一篇 吹嘘韩国国产玄武武弹道导弹的文章 又是叫嚣玄武武可以打击北京天津沈阳 等华北和东北地区重要城市 甚至还能威胁到青岛的北海舰队基地 和宁波的东海舰队基地 又是狂言 韩军潜艇 只需要在黄海海域潜航时 择机发射玄武武 韩国就可以将中国全境都纳入到打击范围内 这还没有核武器呢 你们韩国就狂成这样了 有了核武器之后还得了 一边是核弹头 一边是能打击中国全境的弹道导弹 要是让韩国极齐了这两样东西 我都不敢想象到时候朝鲜日报这种 右翼媒体口嗨起我们来 那垃圾话得说的有多脏 我们是不是在和平年代对你们太好说话了 以至于你们都忘了当年在山干岭上挨过的打了 不打你们个桃花朵朵开 你们都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你别跟我扯什么韩国发展核武器 只是用来震慑朝鲜的 这种鬼话你们自己信吗 朝鲜也说他们拥和是针对美国的 你们韩国人不也没当回事吗 不光是我们在东北亚地区 维持着实际存在的其他国家 比如美国 俄罗斯和日本 他们也都不可能坐视韩国发展核武器而不管的 你们韩国政客还真以为搞核武器这种事情是你们韩国一家说了就能算的呀 核武器你们当年又不是没搞过 朴正熙不就搞过吗 可朴正熙最后又落到个什么下场呢 你吴世虚这么跳 该不会你也想被美国控制的韩国国家情报院用手枪教训一下了吧 你韩国的综合国力比朝鲜强那么多 常规武器又比朝鲜先进那么多 还有以驻韩美军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在背后撑腰 人家朝鲜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要不是因为手上有点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朝韩两军的军力对比根本就没法看 你吴世虚说要和平要平衡 因为朝鲜有核武 所以韩国也得有 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了 朝鲜在常规军力和驻朝部队这两块和韩国的差距 谁来给人家补上呢 你们有驻韩美军给你们撑腰 朝鲜可没有啊 要不哪天解放军和俄军也进驻朝鲜 中国两国帮助朝鲜把常规军力水平 提高到可以和韩国的等量奇观的水平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到时候你再提拥和的事 我保证少逼逼你两句 你干吗 我估计你到时候更不乐意了 最后还有一点 吴世虚在他的文章里把本轮朝韩局势升温的责任 一股脑全推到了朝鲜一方 这很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有关注最近朝韩局势新闻的同志和朋友应该都知道 韩国向朝鲜一方投放的军用无人机都被人家给抓住了 可面对这样的实锤 韩方却依然咬死不认 至于投放垃圾气球什么的 这事朝韩两国都有干 而且难说到底谁干的更多 你吴世虚把韩国说的跟白莲花似的 错都在朝鲜一方 要不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知道你们韩国人的德行 这事说出去忽悠别人 没准还真就信了 但是你们忽悠别人没用啊 中朝才是你们永远搬不走的邻居 你们忽悠的那些路人在真打起来的时候是帮不上你们什么忙的 他们要是来了也只能跟着你们一块挨揍 这一点当年我们就给你们演示过了 如果因为年代久远导致你们记忆模糊了 我们也不介意帮你们重新温习一下的 感谢观看